清晨,这个大妈正在拖地,不料拖着拖着,竟发现地面出现一小滩红色液体,顺着液体低落的方向,大妈抬头朝头顶看去,此时,天花板已经染红了一大片,大妈以为是楼上又乱到东西了,当即上门讨要说法,可无论大妈怎么大喊大叫,屋内就是没任何回应,很快,房东就被大妈的喊叫声吸引了下来,得知事情经过后,房东也加入了敲门行列,可依然是无人回应,奸壮,房东不禁嘀咕, 按理来说,这个叫杨阳的租户,应该在家才对,毕竟她是个女作家,需要在家赶稿,怎么到现在都没人开门呢,讲到这,房东担心出事,赶紧掏出备用钥匙开门,门一开,大妈就迫不及待进屋约架,谁承想,杨阳已经赫然惨死在沙发,鲜血流了满地,吓得两人失声尖叫,急忙跑去报案,接到报案后,刑警队迅速赶来案发现场,面对警方的审讯,大妈直言不讳,表示虽然她不应该对死人嚼舌根, 但她觉得,是杨阳平时太没功德心,才会遭此哼祸,据大妈说,杨阳经常在夜里放音乐,吵得她都睡不好觉,而每次找杨阳理论,杨阳都说是工作需要,无法无天,见状,处于便询问大妈,昨晚是否有听到什么动静,怎料大妈却称,这是相当奇怪,昨晚她不仅没听到音乐,也没听到其他动静,随后,雷队上到案发客厅了解情况, 据警员初步勘察,死者今年24岁,本是人,目前当身,职业是一名网络小说作家,是楼下大妈早上发现天花板殷红一大片,找来房东开门,才发现死者惨死家中的,法医通过初步尸检,判定死者的死亡原因是失血过多,导致的失血性休克, 而死者左手手腕处动脉断面整齐,是利刃切割后造成的,窗口与现场发现的刀片相符,刀片上的指纹和死者的指纹基本相符,所以极有可能是自杀,至于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凌晨12点到2点之间,此外,法医还发现,死者生前大量饮酒,有没有酒精中毒这一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化验才知道,再者就是电脑桌上的遗书,是死者写给他母亲的,警员将其与桌面上的笔记进行了对比, 基本可以判断是死者亲笔书写的,而且遗书字面工整,不像是被人胁迫写出来的,据死者在遗书上说,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得了肺癌,警员也在屋内找到了确诊书,同时一起找到的,还有一份于7个月前投保的人寿保险单,受益人叫成安,紧接着,雷队又走进厨房勘查,发现冰箱内有不少新鲜蔬菜,吃上几天不成问题,而从一旁的购物单可以明显看到,死者是昨天下午才去超市购物的,勘查完毕后, 雷队当即兵分两路,让大刘和川子去保险公司调查,看看成安在杨阳死后,有没有申请过保险理赔金,而他则是和楚玉找到杨阳的母亲了解情况,杨母告诉警方,杨阳之前很孝顺,就算工作忙不常回家,也会隔三差五给他打个电话,可自从杨阳交了一个男朋友后,一切都变了,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出于见状,便询问杨母,杨阳的男朋友叫什么?杨母回答,叫成安,听完, 雷队想到保险单上的受益人就叫成安,赶紧询问成安的为人怎么样,杨母表示不怎么样,整天游手好闲的,无事可做,需要杨阳养着,就算如此,成安半年前还是甩了杨阳,嗨得杨阳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无精打采,常常酗酒, 看到警方既是关心杨阳,又是关心成安的,杨母急忙询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楚玉只好如实告知,并把杨阳的遗书递给杨母,一接过遗书,杨母差点吓晕了过去,雷队一回到警局,大刘两人也调查完回来了,据川子说,成安最近并没有去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金,暂时不清楚她是否知道杨阳的死讯, 此外,通过大量走访得知,成安今年26岁,无正当职业,常常出入不同女人的家中,以男女朋友的形式交往,因此大部分女人都声称,成安是一个骗财骗色的小白脸,再加上成安曾经是杨阳的前男友,半年前才分的手,大刘怀疑杨阳是为情所困,然后又发现身患肺癌,才割腕自杀的,不料大刘话音刚落,法医就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尸检结果,法医告诉众人,经过尸检,杨阳生前不过是患有了 严重的肺炎,并非肺癌,雷队听完,顿时觉得杨阳命案,绝对没有现场所看到自杀那么简单,其中就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疑点,那就是一个准备自杀的人,为什么要在当天下午购买了几天的食品,于是雷队决定兵分三路展开调查,处于去超市查看监控,看看杨阳当天下午购物时的状态,川子和大流走访给杨阳开具诊断术的私人医院,而他则去带承安回警局审讯,说吧,众人便迅速展开行动, 得知警方是来了解杨阳的诊断书的,刘医生大方地说出了当时的诊断详情,上个月,杨阳来医院检查,称他最近咳嗽得越来越厉害,而且还时不时咳出鲜血,刘医生知道咳血不是小问题,便给杨阳照了CT,从照射胶片中发现杨阳肺部出现了癌细胞, 由于当时是杨阳自己一个人来的,刘医生只好当面将检测结果告诉杨阳,劝他放宽心态,积极接受治疗,说完,刘医生觉得他的做法没问题,不知道警方为何来找他,大流健壮,便袒露杨阳的死讯,并将法医的尸检报告递给刘医生,然后表示,杨阳根本就没有的肺癌,与刘医生的说法相悖,大流的话,让刘医生瞬间慌了神,迟迟不敢相信自己误诊了, 另一边,雷队经过多方调查,得知了承安正在酒店约会,雷队等人找上门时,还是一个女人开的门,刚开始承安十分嚣张,怒斥雷队等人扰他清静,直到得知雷队是警察后,才乖乖配合工作,审讯室内,承安坚称,那女人真的是他女朋友,他并没有做违法违纪的事,不明白警方为什么要抓他回警局,雷队对承安口中的迫事毫不关心,而是质问承安是否记得洋洋, 为什么保险单上的受益人是承安,怎料承安费了很大劲,才想起是哪个洋洋,表示保险单一事,还得从两人大学时说起,原来,承安在大学时期,是洋洋的师兄,两人因为一次相撞,在图书馆结缘,看到洋洋交好的容颜,以及明闪闪的大眼睛,承安瞬间就沦陷了,很快和洋洋发展成了情侣关系,毕业后,两人还住在了一起,有过一段如胶似期的时光,当时,洋洋就买了两份人寿保险,称之为爱情, 契约,受益人是彼此,如果其中一个人不幸死了,另一个人就能获得50万赔偿金,这样死者就能永远留在生者心里,可没过多久,两人就闹出了激烈的矛盾,原因是承安老是背着洋洋在网上招花惹草,导致洋洋每天都得彻查承安的手机,久而久之,承安就受不了了,于是果断地甩掉洋洋,至那以后,他也就没再和洋洋有过联系, 说吧,承安便询问雷队,怎么突然找他了解爱情契约仪式,不过雷队还是没有答话,而是追问承安,昨晚10点以后在哪里,承安虽然疑惑雷队的做法,但还是拿出手机告诉雷队,那段时间他和朋友在外面喝酒,直到早上才回的家,有照片作证, 这也就意味着,承安没有作案时间,彻底洗脱了嫌疑,随后,警方再次开会探讨案情,大刘告诉雷队,刘医生当面向他们承认了误诊,表现得十分内疚,而且还称,如果洋洋家属要求赔偿的话,他愿意接受,至于刘医生所说的话是真是假,目前无法判断,而处于通过调查超市的监控发现,洋洋昨天在购物时,没有任何一场,甚至中途还和一个销售员热聊,完全不像有自杀倾向,就在这时, 雷队突然让处于暂停录像,雷队发现,洋洋头顶带了一个箱钻的发卡,但奇怪的是,警员们昨天勘察时,并没有在现场发现这个发卡,难不成是警员们工作时大意了吗?于是雷队当即带队赶往案发现场,来到案发现场后,两人再次里里外外地搜寻了一遍,然而还是没找到发卡,这时,雷队想起洋洋的死亡位置,赶紧招呼大刘一起抬沙发,果不其然,他们在沙发底下,发现了一颗假钻石, 八九不离石是洋洋发卡上的,这也就说明,凶手在做完案后,把发卡带走了,而窗户和门锁都完好无损,意味着凶手是和平进屋,要么是熟人作案,要么是凶手有钥匙。 根据这一猜测,雷队两人立即找到房东了解情况,房东表示,被用钥匙就是他的命根子,从没让他离过身,而案发当晚,他和姐妹们在打麻将,没有作案时间。 好在这时,小陈给雷队打来了电话,称他破解了洋洋的电脑密码,在上面有重大发现,很快,雷队就赶回了警局,小陈告诉雷队,他登上洋洋的QQ找到了不少聊天记录,其中洋洋和一个叫寂寞画家的网友相谈甚欢。 最重要的是,案发当晚,两人还进行了视频通话,直到凌晨0点03分才结束通话,也就是说,寂寞画家是最后一个和杨阳通话的人。 此外,从两人之前的聊天情况来看,杨阳十分信任寂寞画家,不仅会和寂寞画家聊生活小事,还将自己可写的事情告诉了寂寞画家。 而寂寞画家当时向杨阳推荐了一家私人诊所,地址在临海大街125号,这时,大刘想起寂寞画家提供的地址,正是刘医生的诊所,可上次调查时,刘医生并没有透露,杨阳是熟人介绍来的,说明刘医生对警方有所隐瞒,由此可见,刘医生极有可能不是误诊,而是和寂寞画家串通好,故意给杨阳出具假诊断书。 然后再根据杨阳在案发当晚大量酗酒,又与寂寞画家视频通话来看,推测寂寞画家当时在友谊和杨阳对饮,趁机灌罪杨阳痛下杀手。 至于寂寞画家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怎么开的门,还有待调查,雷队很赞同大刘的看法,让大刘当即带队去医院抓捕刘医生。 出人意料的是,刘医生一看到警方再次来访,整个人都粘了,毫无保留地将事情拖出。 据刘医生自己交代,他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所以才被独有周立辉鞋持出具假诊断书,并不清楚杨阳遭害一事。 换句话说,周立辉很可能就是寂寞画家,不料小陈通过技术追踪IP地址和注册身份证发现,寂寞画家竟是由一个名叫秦东东的女人创建的,难不成寂寞画家并不是案件的主谋吗? 为了弄清楚这一情况,雷队立马让楚玉去秦东东家调查,一进屋,楚玉就发现只有秦东东自己一个人在家,于是询问秦东东是否独居。 秦东东却摇头表示,他和男朋友一起住,只不过男朋友出去了,而且手机关机,他也一直找不到人。 见状,楚玉连忙追问秦东东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果不其然,秦东东回答叫朱立辉,这也就证明警方一直以来的怀疑没有错,害怕朱立辉是为罪潜逃了。 楚玉当即起身赶回警局,临走时,楚玉还发现桌子上有朱立辉的照片,于是顺便将其拍了下来。 得知朱立辉现在咬无音信后,雷队决定发动全体警员对本事进行排查,是要找出朱立辉。 与此同时,朱立辉正在室内一家酒吧和朋友畅饮。 一喝多,朱立辉竟酒后吐真话,将他所做的坏事全盘拖出。 原来,在一个月前的文学创作大会上,秦东东和杨阳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原因是秦东东发现,杨阳最新爆火的小说创意是抄袭他的,可杨阳始终不肯承认,还大骂秦东东血口喷人。 两人就因此大吵了一顿。 宴会结束后,秦东东就一五一式地将委屈告诉朱立辉,并要求朱立辉替他教训杨阳,否则他就和朱立辉分手。 朱立辉虽然不愿意惹麻烦,但实在不想失去女朋友,于是便上网找了一个叫黑暗联盟的混混群,然后将杨阳的照片传到群里,想要花钱请人揍杨阳一顿。 很快,就有一个叫杀手九九的人接单,提出要收五万费用。 由于朱立辉当时着急解决麻烦,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一开始,朱立辉还用寂寞画家的身份认识杨阳,并迅速取得了杨阳的信任。 他原本是想用假诊断书和殴打来教训杨阳的,谁承想,接下来的事情让他始料未及。 那天晚上,朱立辉按照计划和杨阳视频喝酒,成功将杨阳灌醉,目的就是让杀手九九有机会出手。 可他万万没想到,杀手九九是个疯子,进屋后二话不说,就将杨阳杀掉了,和两人之前商量的完全不符。 说吧,朱立辉情绪十分崩溃,抱怨凶手怎么就凭一张照片找到了杨阳,又为何能肆无忌惮地进入杨阳家中,实在是令他寒毛着述。 后来,朱立辉为了不再和凶手有所来往,便主动联系了凶手,向其支付了说好的报酬。 不过朱立辉并没看到凶手的长相,因为凶手当时捂得严严实实的,回忆完,朱立辉还感到有点后怕,就连起身去截手时都是颤颤悠悠的。 与此同时,雷队也带队来到了朱立辉所在的酒吧进行排查。 中途,雷队接到了小陈打来的电话,小陈告诉雷队,他在网上看到有人用杨阳的ID账户发布了一篇帖子,似乎和案件有所联系。 文章以第一人称,描述了自己被杀的过程以及心理状态,整体和杨阳被杀的经过相差无几,仿佛作者当时就在现场一样,而文章的链接已经发送到了雷队的手机。 就在雷队仔细研究文章时,大刘跑来告诉雷队,他们并未在酒吧里发现朱立辉。 好在紧接着川子在后门有所发现,赶紧招呼雷队两人。 等警员们赶到后,朱立辉已经无声无息地死在了后街小巷,附近已然不见凶手。 雷队见状,当即猜测凶手是在杀人灭口,于是急忙打电话通知楚玉赶去保护秦东东。 随后,楚玉便快马加鞭地赶到了秦东东家。 这时,楚玉等人发现秦东东家的门是开着的,便谨慎地推门而入。 怎料竟发现秦东东已经躺在了血泊中,万动脉被割断,失去了呼吸。 得知秦东东也不幸遇害后,雷队顿时觉得顶着杨阳的ID发布帖子的人十分可疑。 自从文章发布以来,参与杨阳命案的人就不断遇害。 于是雷队便让大刘去联系所发帖子的网站负责人,看看负责人是否知道作者是谁。 谁承想,负责人告诉大刘两人,帖子都是以个人的名义发送到邮箱的,网站不过是审核在发布。 所以他也不知道,在背后顶着杨阳ID的人是谁。 毕竟只要知道杨阳的账号和密码,任何人都能顶用他的ID。 见状,大刘便询问负责人,最后一次见杨阳是什么时候。 负责人就将在文学创作大会上的事情如实相告,袒露杨阳和秦东东的矛盾。 大刘两人这才明白,周立辉伪装成绩莫画家接近杨阳的原因。 回到警局,警员们根据掌握到的线索展开探讨,从秦东东的案发现场分析,他家的电子门锁并无外力破坏,初步判断凶手应该是用高科技黑入了门禁系统,以此破坏门锁。 而通过酒吧的监控可以看到,酒吧内有一名头戴棒球帽的男子,尾随周立辉进了厕所,然后再挟持周立辉走出厕所,向酒吧后门方向走去。 再者是据网站副的人说,他也不清楚文章背后的作者是谁,但知道秦东东和杨阳曾经闹过矛盾,这时,秦东东和周立辉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秦东东的头部有一处冲击伤,估计是秦东东在清醒状态下,被凶手用甩棍打晕造成的。 等秦东东昏迷后,凶手便切断他的腕动脉,似乎在模仿杨阳的死状,而周立辉的死因则是胸口被利刃刺穿,与现场发现的凶器基本吻合。 此外,检验科在第一案发现场的甩棍上提取到的凶手指纹,跟第二案发现场杀死周立辉的刀具上提取的指纹进行了对比,两者完全吻合,足以证明秦东东和周立辉是同一人所杀。 见状,大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会不会是周立辉和秦东东看到了凶手的真面目,所以被凶手灭口。 雷队听完当即否定,表示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虽然和杨阳命案差不多,但是他清晰地记得,杨阳命案的现场,根本找不到任何有关凶手的线索。 可见杀死杨阳的人十分了解行真,懂得反侦查。 然而杀害周立辉和秦东东的凶手,却留下了指纹这么明显的线索,说明两者绝对不是同一个人。 说吧,雷队觉得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查清楚写文章的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 川子觉得文章可能是杀害杨阳的凶手写的,因为只有他,才最了解杨阳被杀的过程,而凶手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虚荣心,向世人展现自己的杀人过程,以寻刺激。 雷队却不认同,表示要是如川子所说,凶手当初就不会把现场伪造成自杀,可如果文章不是杀死杨阳的人写的,那么写文章的人,就只能是杨阳遇害时的目击者,并且目击者,也是杀死秦东东和周立辉的人。 至于目击者的作案动机,可能是在为杨阳报仇,处于的推断不无道理,但现在问题是,杀害杨阳的凶手真的是周立辉吗? 毕竟周立辉当时是没有任何作案时间的,据策是,从秦东东家开车到杨阳家,最快也要一个小时,可案发时,周立辉正在开视频和杨阳对影,并没办法迅速赶往杨阳家作案。 由此看来,警方目前对两个凶手的身份还一无所知,就在雷队一筹莫展之时,小陈又有了新发现。 小陈告诉雷队,他刚刚破解周立辉的电脑发现,周立辉曾以寂寞画家的身份联系过一个叫杀手99的人,让杀手99帮他教训杨阳。 也就是说,杀手99是目前最有可能杀害杨阳的凶手。遗憾的是,小陈暂时没法锁定杀手99在国内的地址,因为杀手99用的是境外IP,十分狡猾。 见状,雷队觉得现在还没必要调查杀手99,先全力调查那个神秘的目击者再说。 如果目击者是在为杨阳报仇,说明他很在意杨阳,可他在杨阳遇害时却没有出手相救,证明他当时并不在案发现场。 根据这一推测,目击者可能是一个长期监控杨阳的人,在案发时无能为力,唯有在案发后杀人泄愤。 再者是通过勘查,警方并没有在案发现场发现监控设备,所以目击者极有可能是利用杨阳的电脑监控杨阳的。 小陈瞬间明白雷队的意思,当即对杨阳的电脑进行全面排查。 果不其然在次日,小陈在杨阳的电脑系统盘中找到了一个控制木马病毒,目击者就是通过他启动杨阳电脑摄像头的。 更惊喜的是,小陈发现其IP地址和杨阳电脑上一个叫守护天使的网友一样,而通过聊天记录可以看到, 杨阳曾经有自杀的念头,遗书就是杨阳亲手写下想寄给母亲的,是守护天使的一番劝说和开导,杨阳才改变自杀的念头,决定勇敢的生活。 说吧,小陈还定位到了守护天使的具体位置,雷队健壮,立即带队赶往定位地址,然后经过一番隐秘的埋伏,成功将守护天使兼目击者拿下。 审讯室内,目击者梅东城直言不讳,他告诉警方,他不后悔杀死秦东东和周立辉,因为那两个人该死。 原来,在大学期间,梅东城不仅家里穷,性格还孤僻,没什么朋友,唯独依靠电脑和黑客技术支撑着他活下去。 可就在梅东城最落魄时,杨阳突然出现在了他面前。杨阳就像个天使一样,非但没有嫌弃他,还尽全力去帮助他。 可梅东城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配不上杨阳,便选择默默守护杨阳。 因此在大学毕业后,梅东城就利用木马打开杨阳的摄像头,监视着杨阳的一举一动,只有看着杨阳过得开心,他才会心满意足。 后来由于不满足于监视,梅东城又用守护天使的账号加了杨阳,和杨阳畅聊。 奈何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杨阳告诉梅东城,他身患肺癌,不想再活了,把梅东城吓出了一身冷汗。 好在经过梅东城苦苦劝阻,才最终打消了杨阳想自杀的念头。 当梅东城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时,生活又给了他当头一棒。 那天晚上,梅东城下班回家,竟看到杨阳死在了沙发上。 梅东城坚信杨阳没理由自杀,于是便倒退录像。 从而发现在杨阳喝醉后,一个黑衣男人闯进杨阳家,残忍地将杨阳杀害。 见状,梅东城就利用黑客技术,查到了在案发当晚与杨阳聊天的寂寞画家的IP地址,得知了周立辉故凶伤害杨阳的全部经过。 于是梅东城就按照杨阳的口吻写下被杀过程,想借此引起恐慌,逼杀手出来灭口。 可梅东城监视了一天一夜,都没发现凶手出没。 一气之下,他便决定将事情闹大。 想要杀死秦东东,恐吓周立辉说出杀手九九的真实身份。 很快,梅东城就黑进了门禁系统,然后用甩棍敲晕东东,让秦东东遭受和杨阳一样的死法。 令梅东城没想到的是,周立辉除了知道凶手叫杀手九九外,其他一概不知。 气得梅东城昏了脑,一刀就捅死了周立辉。 回忆完,梅东城仍然不消气,怨恨自己没能力查出境外IP的登陆器,无法救出杀手九九替杨阳报仇。 听完,雷队顿感惋惜,询问梅东城,做这些真的值得吗? 不料梅东城说出一番令人无法反驳的话。 随后,警员们开会对梅东城的录像进行研究,发现杀手九九在杀人前有一个奇怪的举动,那就是特意将杨阳家的音乐关掉。 这让雷队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房间内有音乐更有利于凶手作案,为什么凶手偏偏要将它关掉呢? 大刘猜测,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平时对音乐感到烦躁,形成了强迫症。 大刘的话一出,雷队当即想起,那个报案大妈曾经因为音乐的事情和杨阳有过争执,而且在凶手作案前,杨阳家的音乐声很大。 大妈却说,她当晚没听到音乐,与事事严重相悖,不禁让雷队觉得大妈身上存在嫌疑。 此外,大刘发现凶手的左手食指有个明显突出物,猜测会不会是大妈当时戴着戒指做的案。 可从录像来看,凶手的身材并不像是老人家,于是雷队当即让川子调查一下大妈的家庭状况,看看有没有亲人作案的可能。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大妈名叫陈桂花,本事人,钢铁厂职工,1992年和厂里的干部陈启斌结婚,并育有一子,名叫陈东。 05年,陈启斌跟一个作家有外遇,从而抛弃母子俩。 其中陈东的情况,十分符合凶手身份,他曾在大学专修计算机技术,大量运用境外IP上网,而且沉迷于各种军事刑侦小说。 后来因为父母离异变的消沉,一直宅在家里无所事事,结束通话后,雷队和大流迅速赶到了陈桂花家。 一进屋,雷队就发现了屋内摆满了刑侦小说,而陈东一听到屋外有警察来访,也急忙关掉了自己的境外IP。 不过陈东仍然表现得十分冷静,对雷队说的话充耳不闻,就连雷队将凶手杀死洋洋的细节一一重塑,陈东都无动于衷。 这时,雷队发现陈东手上戴着一个戒指,猜到他就是凶手当时左手食指凸起的原因。 更幸运的是,雷队紧接着又收到了小陈发来的消息,发现杀手99的境外IP登陆地址就是陈东家,可以说是证据确凿。 而陈东在得知自己IP被锁定后,也不再挣扎,直接认罪。 随后,警方经过一番搜查,在陈东的床底下找到了5万元赃款。 这也就意味着,警方终于找足了所有证据。 审讯室内,陈东自知在无退路,便一五一时地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时,他在逛黑网无意中点开了一个叫黑暗联盟的群,发现周立辉正在到处找人教训一个女人。 他点开一看,看到恰好是住在自己楼上的杨阳,于是就接下了单子。 案发前几天,房东来他们家打麻将,他便称房东不被偷走钥匙,然后迅速跑到附近的钥匙店,偷配杨阳家的钥匙。 而在案发当晚,他害怕陈贵芳清醒着,会耽误他上楼作案,就偷偷在陈贵芳水里放了迷药,迷晕陈贵芳。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就在电脑前等周立辉的通知。 一收到通知,他就穿上买好的鞋套和手套上楼行凶,就这样,他最终不费摧毁之力,杀掉了杨阳。 说吧,陈东还如实透露了杀人原因。 显然,陈东始终没能从父母离异的阴影中走出来。 审讯结束后,警方在陈东的带领下找到了杨阳的发卡,宣告着这起案件彻底拉下了帷幕。 后,清晨,保安大爷正在山庄附近巡逻,突然,他看见不远处的湖里扶起一件白色衣服,再走近一看,竟是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尸。 接到报案后,刑警队迅速带队赶来了案发现场,法医经过初步试检发现,死者身体没有任何外伤,而且手中还紧抓着水草,猜测死者是溺水性身亡。 不过具体结果还得等回警局做进一步解剖后才能确定,根据死者身体肿胀发干,以及目前的气温和水温进行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有三到五天了。 紧接着,刑警队长罗西又在小船的木板下发现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既然命运无法挣脱,那我选择自我解脱,像是死者生前留下的自杀一书。 随后,保安查看监控录像发现,死者是五天前的夜里离开山庄的,其身份是住在他们梧桐山庄的沈君恒。 了解完情况,罗队当即带队来到沈君恒所住的别墅调查,技术人员分别采集屋内的指纹和毛发,带回警局检测。 这时,罗队在屋内找到了沈君恒的日记本,里面的字体和遗书上的字体相吻合,可以确定遗书是沈君恒亲手书写的。 见状,罗队赶紧向保安询问沈君恒的生前情况,以及人际关系。 保安告诉罗队,沈君恒生前是本市歌剧院的一个独唱演员,颇有名气,平时和一个叫郑家轩的大老板走得比较近,也就是这栋别墅的业主。 但郑家轩并不常来别墅,几乎是一个月才来一次。 警员老刘听到这话,便好奇地询问,沈君恒和郑家轩两人是不是夫妻? 无料保安摇头说不像,因为两人的年龄相差太多了。 此外,沈君恒之前还有一个叫何娟的保姆,两人青铜姐妹,形影不离,可前几天莫名消失了。 罗队听完,急忙追问保安,何娟具体是哪天消失的? 保安顿了顿,回答大概在三五天前,恰好和沈君恒的死亡时间相近。 更奇怪的是,保安刚刚尝试打电话联系何娟,却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难不成何娟身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这时,屋外硬闯进了一个西装男人,保安想拉都拉不住。 两人的争执声引起了罗队的注意,赶忙出门查看。 男人这才透露他是业主委托的张律师,来检查一下财产是否有损失。 罗队表示检查可以,但必须在警方的监督下进行,不能拿走任何东西。 没想到张律师听完瞬间犹豫了,直称他要打电话,请示一下郑家宣。 似乎张律师并不是单纯来检查财产的。 随后经过一番商议,张律师只好同意罗队的要求。 不过他希望在检查时,警员们能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以便保护业主的隐私。 罗队对此自然是无意义。 一进到房间,张律师什么都不关心,唯独朝一个保险箱静止走去。 而且一边翻找保险箱里的物品,一边回头观察警方,一副见不得人的样子。 遗憾的是,经过一顿翻找,张律师的神情并没有放松,甚至愈发紧张起来。 好像是没在保险箱内找到他要找的东西。 或者说,保险箱内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是罗队也不打算问。 从张律师一开始就提防警方来看,问了也不会有结果。 勘查完别墅后,罗队又带队来到歌剧院调查。 据沈君恒的同事说,沈君恒上个月到处找人聊天,跟人说对不起,还表示一直以来麻烦大家了,态度十分消极。 当时他们就觉得沈君恒不对劲。 没想到今天就得知了沈君恒去世的消息。 接着,院长告诉警方,沈君恒虽然是个孤儿,但沈君恒和郑家轩之间关系匪浅,属于情人关系。 就连沈君恒毕业后分道辞员,都是郑家轩在背后安排的。 为此沈君恒被不少同事明朝暗讽过,说不定就是那些恶语导致沈君恒自杀的。 随后,警方又来到沈君恒之前所在的孤儿院了解情况。 孤儿院院长的说辞和剧院同事的差不多。 上周,沈君恒莫名和他说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话。 只要我活着,就会一直想着这个家。 但在院长的印象里,沈君恒一直是个积极乐观的孩子,不明白沈君恒为何就突然提及了死亡。 回到警局,女士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由于女士被浸泡太久,已经完全无法辨认出长相。 但他身上的DNA和在沈君恒房间内找到的毛发DNA吻合,证明死者就是沈君恒。 另外,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的机械性损伤,而且井脉怒张,手握水草,基本上可以断定为自杀溺水身亡。 罗队却不认同老刘的看法,称如果沈君恒真的是自杀的话,那河娟的消失如何解释呢? 还有张律师在翻找保险箱时的异常表现,又是为何呢? 在这些事情没弄清楚之前,绝不能草草认定沈君恒是自杀。 听到罗队提起郑家轩,老刘气不打一出来,表示郑家轩连沈君恒的葬礼都不去,真是一个薄情人。 还有就是二队警员刚刚带回了一个消息,他们去何娟老家调查发现,何娟从小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 后来由村里一个没有血缘的二叔带大,对何娟算不上有多好。 而且听村民说,那个二叔是奠记何娟家的两间大平房,才收养何娟的。 好在何娟比较上进,学习成绩不错,考上了城里的大学,才得意远离老家来城里工作。 再者是何娟这些年都没回过老家,最近一次寄信回去还是半年前,信中提到和二叔恩卿两段。 所以老家的人也不知道何娟目前的下落。 换句话说,目前关于何娟的线索已经断了,想弄清楚案件背后的疑点,还得从郑家轩身上下手。 可罗队的手机号,似乎被张律师拉黑了,怎么打都无人接听。 无奈,罗队只好24小时钉烧郑家轩,希望能从中收获到蛛丝马迹。 奈何一个月下来,都没发现郑家轩有什么异常,案子也就这样被搁置了半年。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罗队在网上看到一篇揭露郑家轩利用沈君恒进行肉体交易的文章,才让案件彻底迎来了转机。 而西山网记者颜宇飞,也列入了罗队的重点注意对象。 随后,罗队就来到了郑家轩的公司打探情况,不料公司一楼早已围满了记者,估计全是被网上的报告吸引过来的。 就在罗队刚坐下不久,一个红衣美女主动找上了罗队,美女告诉罗队,她就是那个揭露郑家轩的记者颜宇飞。 她听说罗队这半年来,一直在为沈君恒的案子奔波,所以想和罗队合作,还沈君恒一个真相。 罗队听完疑惑不已,严宇飞连沈君恒的尸体都没接触过,为何觉得沈君恒不是自杀,而是有隐情呢? 见状,严宇飞只好如是坦白,表示自从沈君恒死后,何娟就经常换不同号码找过她,向她透露了一些关于郑家轩的黑料,告诉了她沈君恒不是自杀的。 而她写在网上那些内容,也是从何娟口中得知的。 虽然她不知道何娟在策谋着什么,为何找上她,但她作为一个作者,还是希望能解开沈君恒的死亡真相。 就在严宇飞想要继续说时,郑家轩在保镖的簇拥下来到了公司。 严宇飞赶紧结束和罗队的谈话,让罗队记得联系她,她还有很重要的信息没说。 说罢便抱着相机,朝郑家轩的方向跑去。 可惜郑家轩压根不愿意接受记者们的采访,等电梯一来就直接上了楼。 严宇飞一众记者也只好不欢而散。 由于郑家轩的公司人多眼杂,罗队随后约严宇飞到一个凉亭内交谈。 一见面,罗队就询问严宇飞,她手上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值得警方和她合作。 严宇飞听完,当即开门见山。 表示据何娟说,沈君恒手中有一个足以摧毁郑家轩的U盘。 他里面记录了郑家轩用沈君恒和大老板们交易的不堪场面,所以郑家轩可能是因为这个才杀死沈君恒的。 罗队听完很是疑惑,如果沈君恒真有这么重要的东西,他怎么会让郑家轩知道呢? 言语非回答,据何娟说,何娟其实是郑家轩安排在沈君恒旁边的眼线,所以是何娟将沈君恒的秘密告诉郑家轩的。 如果何娟的话属实,那么何娟案发誓为什么不说,非得等过了半年才告诉严宇飞呢? 严宇飞表示自己也猜不透,估计是何娟有自己的算盘。 根据严宇飞提供的线索,罗队觉得沈君恒应该是他杀。 虽然事件结果排除了沈君恒受到外力侵害,但自杀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愿,另一种是非自愿。 说不定沈君恒当时是被郑家轩逼着跳呼自尽的,还有就是沈君恒死前频繁和同事交流这件事十分奇怪,他在自杀前为什么要去向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道歉呢? 再者是加上何娟的消失与郑家轩背后的交易,罗队觉得沈君恒的死一定和右盘有关。 目前想不通的是,如果沈君恒是他杀,那凶手为什么要放过何娟? 严宇飞听完,觉得或许凶手不是放过,而是也找不到何娟。 按照严宇飞的说法,能让警方和凶手都找不到的人只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他死了,要么是他做到了真正的销声匿迹。 交换完所有情报,严宇飞便起身告辞罗队,毕竟他这个记者不能止一心扑在沈君恒的案子上。 奇怪的是,严宇飞临走前并没有给罗队留下电话号码,不知道失望了,还是特意而为。 无奈,罗队只好回到警局,向西山网的主编索要了严宇飞的电话号码,以便接下来在沈君恒的案子上找严宇飞了解情况。 有了联系方式后,罗队和严宇飞一有线索就会相约出来商讨,但经过两人这段时间拿着何娟的照片到处调查发现,何娟似乎人间蒸发了,不仅银行没有资金流动, 亲朋好友也没见过她,警方最近也没有发现莫名女士,见状,严宇飞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猜测何娟会不会是整容了,改头换面了。 虽然说彻底改变相貌的整容,必须要在公安机关备案,但要是何娟,是在那些只顾赚钱的小针所整的容,那完全可以绕过备案这一步骤。 如此一来,何娟就没必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了,甚至可以光明正大的在警方掩体底下生活,也就是说,现在接上任何一个女人都可能是何娟,罗队和严宇飞能找到何娟的几率更加渺茫了。 就在这时,罗队接到了郑家轩打来的电话,约罗队到公司见面。 罗队来到郑家轩的办公室后,郑家轩直接开门见山,表示他知道罗队还在调查他,不过他可以明确地告诉罗队,他并不是杀害沈君恒的凶手。 如果沈君恒真是他杀,那他怀疑何娟才是真正的凶手。 罗队听完顿感疑惑,询问郑家轩何出此言。 郑家轩便告知罗队,他不久前接到了何娟发来匿名敲诈信息。 何娟称他手上有优盘,希望郑家轩能转一千万给他,否则他就将优盘里的资料外泄。 再者是相信警方勘查别墅时,可以看到屋内的贵重物品和现金都不见了。 张律师那天检查财产告诉他时,他还不当回事。 现在结合何娟的敲诈信息,他觉得何娟极有可能是为了钱,才杀死沈君恒的。 罗队听完虽然很惊讶,但他还是不敢相信凶手是何娟。 毕竟何娟和沈君恒之前可是情同姐妹的。 不料郑家轩却不以为然,表示何娟是他安排在沈君恒身边当眼线这种事。 像沈君恒那么聪明的女人,不可能看不出来。 所以沈君恒和何娟的感情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何娟之前不仅一次和他说过,沈君恒在私底下对他百般刁难。 如果郑家轩的话属实,那么何娟的确有作案嫌疑。 不过罗队觉得这些目前不重要。 重要的是,郑家轩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告诉他这么多? 郑家轩见状,便如实透露他想让罗队帮他找到何娟。 这样罗队既能抓到真凶,他也能避免损失一千万。 无奈,毫无线索的罗队只好答应郑家轩。 但为了验证沈君恒和何娟的真实关系,罗队再次来到了歌剧院调查。 同事表示,沈君恒和何娟的关系看上去确实不好。 无论沈君恒在做什么,何娟都会盯着他,甚至给人一种仇人的感觉。 同事的话让罗队很疑惑,如果两人的关系真如同事所说,那么小区邻居和保安为什么都称两人情同姐妹呢? 看来是中间有什么环节出问题了。 随后,罗队将所知道的事情一五一是告诉了严与飞。 严与飞听完对一件事比较不解,那就是何娟为什么要时隔半年才勒索郑家轩? 难不成是有什么事让他不得不拖这么久吗? 这时,严与飞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整容才导致他拖这么久的? 一般来讲,换联整容的恢复时间要三到五个月,恰好和郑家轩收到敲诈信息的时间对得上。 如果是这样,严与飞想到一个可以引蛇出动的办法,那就是警方对外放出消息,称已经找到何娟了。 如此一来,真的何娟就会十分着急,因为他拿不到钱,到时候自然会现身。 紧接着,严与飞更是想出一个一是二鸟的计划。 他觉得他可以冒充成何娟,这样不仅可以逼出真凶何娟,还可以借机接近郑家轩,挖出他背后的黑料。 这个计划固然不错,但罗队觉得郑家轩也不是傻子。 他不相信郑家轩会仅凭一份警方伪造的整容报告,就相信严与飞是何娟。 不料严与飞却神秘地称,他手上有杀手锏,绝对能令郑家轩信服。 于是次日,罗队就带着严与飞来到了郑家轩公司。 如罗队所料想的那样,郑家轩看完整容报告后,立马提出质疑,表示一份报告,并不能让他相信严与飞就是何娟。 见状,严与飞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 这话让郑家轩如坐针毡,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久久不能平静。 缓了很久,郑家轩才慢慢冷静了下来。 于是请求罗队去外面等会儿,他想和严与飞单独聊聊。 确认了严与飞的想法后,罗队也只好答应郑家轩的要求,起身离开办公室。 不料,罗队刚拿出手机,想打电话回警局安排警务工作,办公室内就传出了严与飞的求救声。 罗队赶紧挂断电话上前查看,却被保镖一把拦住。 无奈,罗队一急,就只好动起了手。 要知道能当刑警队长的都不简单,即使保镖们个个身强力壮,还是被罗队三下五除二地打翻在地。 最后一人,更是被罗队扔去砸门,看到严与飞就要被郑家轩掐死,罗队急忙上前阻止郑家轩。 可下一秒,保镖们又从后面拥而上,死死地将罗队压制在地上,不让罗队动弹。 好在郑家轩明白袭警的严重性,才赶紧出声喝赤保镖们助手。 离开办公室后,罗队满脸疑惑地询问严与飞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郑家轩想要当着警察的面杀人? 严与飞一脸平静地解释,是因为穿帮了,被郑家轩认出他不是何涓,所以误以为他也是来敲诈的,于是就对他下起了死守。 如此一来,引蛇出洞的计划彻底宣告失败,两人灰溜溜地离开了郑家轩的公司。 但两人并不知道,就在他们离开不久,郑家轩独自跑上楼顶跳楼自尽了,留下了一段记录着他某次财权交易的视频。 晚上,罗队才从家里的电视新闻上得知了郑家轩跳楼自尽的消息,他第一时间就是想打电话找严与飞探讨一下,可严与飞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无奈,罗队只好转而打电话向老刘了解案发详情,据老刘说,监控录像上记录得清清楚楚, 郑家轩是一个人上的天台,基本上可以定性为自杀。 奇怪的是,警方调查郑家轩的账户发现,郑家轩见完严与飞后,立即向一个海外账户转了一千万元。 警方目前怀疑严与飞就是何娟,由于一直打不通严与飞的电话,罗队只好来到西山新闻部找人。 可出现在罗队眼前的严与飞却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模样,这让罗队不禁贪坐在椅子上,慢慢意识到自己之前一直活在吴娟的谎言下。 令罗队想不明白的是,她当时打电话向主编索要电话号码时,主编给的号码为何绑定的用户是吴娟呢? 严与飞这才如实透露,原来,两个星期前,一个神秘女人突然找到严与飞,称要和严与飞做一场交易,只要严与飞愿意消失两周,并和她交换手机号码,她就会以严与飞的名义爆出郑家轩身后的黑料,让严与飞名声大噪。 严与飞刚开始还不相信,不料女人转手就拿出一个视频,里面记录的正是郑家轩财权交易的视频,严与飞为了名气,也就答应了下来。 见状,罗队拿出照片询问严与飞,当时和严与飞交易的是不是照片里的女人?严与飞表示就是她,她长得很漂亮,令人印象深刻。 了解完情况,罗队当即回到警局和老刘探讨案情,两人拿出何娟的旧照苦思冥想,实在想不通,有什么办法能证明假冒严与飞之人是何娟? 毕竟一个人整完容后样貌全变,仅靠身材和体型完全无法辨别本人。 这时,罗队想到从嗓音入手,无论何娟的外观怎么变,她的声音应该都改变不了。 见状,罗队和老刘来到技术科调查沈君恒的手机,里面有许多沈君恒和何娟和拍的视频,且关系十分亲密,不像是郑家轩所谓的做样子。 而且奇怪的是,无论是沈君恒还是何娟,声音都和假冒严与飞之人的音色不一样。 然而这时,沈君恒在视频中的笑声勾起了罗队的回忆。 罗队清晰记得那天和假冒严与飞之人去酒吧时,女人发自内心的笑声和沈君恒的音色一模一样。 难不成死的人不是沈君恒,而是何娟吗? 想到这,罗队不禁打了个寒颤,赶紧向殡仪馆打去电话,询问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最近有没有人去领取过沈君恒的骨灰。 果不其然,工作人员告诉罗队,沈君恒的骨灰在下午被一个漂亮女人领走了,不出意外的话,女人将在晚上把骨灰下葬在凤凰山公墓。 了解完情况,罗队当即赶到凤凰山公墓所要说法。 见状,沈君恒也不打算隐瞒,向罗队如实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身为孤儿的沈君恒,从小就争强好胜,在孤儿院的表现永远是第一,很快就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音乐学院。 可仅仅是一年时间,沈君恒就因为音乐学院的高昂学费一筹莫展。 这时,高年级的师姐给他介绍了一个极有名望的人物,也就是郑家轩。 出于对梦想和名气的渴望,沈君恒便将自己托付给了郑家轩,并在郑家轩的帮助下进入了本世最高的音乐殿堂,变得小有名气。 但无论沈君恒在怎么努力,在同事眼里,他都只是一个花瓶,对他万般嫌弃。 可就算如此,沈君恒也没迁怒过别人,毕竟他的确受毁于郑家轩。 如果可以就那样过一辈子,沈君恒自然是十分愿意。 不料慢慢的,郑家轩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为了结交更多有权有势的人,郑家轩不惜将沈君恒变成一件交易品,任各种老板肆意妄为,毫无尊严可言。 沈君恒也不是没想过逃跑,可大学以后就被控制起来的他,已经没有了反抗能力。 他的身份证、护照和所有的银行账户都被郑家轩牢牢地掌握着,彻底沦为了奴隶。 沈君恒之前还试过抛弃一切逃跑,却仍是一次次被抓回,并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为了节省麻烦,郑家轩就将和娟安插在他身边。 但郑家轩怎么也想不到,同为孤儿的何娟和沈君恒成为了好姐妹。 本来有何娟的陪伴,沈君恒逐渐重拾了生活的希望。 怎料有一天,郑家轩发现了沈君恒偷拍的应酬视频,几乎想要活生生把沈君恒打死。 何娟见状,赶紧过来解围,表示他已经将沈君恒偷录的视频,全部删除干净了。 让沈君恒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对于自己安排的眼线,郑家轩没有丝毫怀疑,成功被何娟蒙在了鼓里。 之后,两人就将视频全部保存到了一个优盘里。 不过何娟明白,一直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于是策划起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计划。 何娟告诉沈君恒,他半年前去医院检测出了白血病晚期,活不了多久了。 他目前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帮沈君恒逃离郑家轩的魔爪,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利用他的死亡,沈君恒一定可以彻底销声匿迹,自由自在地活着。 沈君恒知道何娟的计划后,百般不情愿,因为他早就把何娟担成自己唯一的亲人,不舍得何娟去死。 奈何何娟的想法也一样,他知道自己如果病死,郑家轩就会更换眼线,到时候沈君恒的生活必定会生不如死。 所以他决定提前结束生命,来交换沈君恒一个美好的未来。 实施计划前,两人在郑家轩和同事面前扮演出一副主乎不合的样子,让众人觉得何娟十分痛恨沈君恒,存在杀人动机。 而为了瞒过警方的尸检工作,两人长时间交换生活区域。 因为在沈君恒是孤儿的前提下,警方想要验证死者的身份,就只能去沈君恒的卧室内提取毛发做DNA检测。 可警方又怎么会知道,沈君恒卧室内的毛发全是何娟的,法医只会拿着何娟的毛发和何娟的尸体进行比对,彻底误以为死者是沈君恒,而不是何娟。 在所有工作安排好后,何娟就独自来到了湖边跳湖自尽,将沈君恒这个名字和人全部带入湖底。 到时候,警方只会围绕何娟使凶手展开调查,丝毫不影响真正的沈君恒过上改头换面的生活。 遗憾的是,何娟死后,沈君恒并没有像约定好的一样销声匿迹,而是改头换面去向郑家轩复仇。 用了半年恢复容貌后,沈君恒就向郑家轩发去了敲诈信息, 让郑家轩每天都活在煎熬中,尝试一下被人挟持和掌控的感觉。 接着又一步一步诱导罗队,利用罗队帮他接近郑家轩。 那天在郑家轩办公室,沈君恒先是用偷拍的视频威胁郑家轩, 让郑家轩向他的一个海外账户汇取一千万, 然后再坦白自己其实是沈君恒的身份,恐吓郑家轩。 惊恐之下,郑家轩顿时就失了志,想要当即掐死沈君恒。 好在当时,罗队及时破门而入,才救下了沈君恒的性命, 离开郑家轩的公司后,沈君恒就将一千万全部捐给了从小收养自己的孤儿院, 在心里默默结束了这起复仇计划。 令沈君恒没想到的是,郑家轩后来竟因为忍受不了活在沈君恒的控制下, 而选择跳楼自尽。 郑家轩到死都以为,沈君恒手上还有别的视频, 还会再一遍一遍折磨他。 至于沈君恒假冒言与非时所用声音, 和自己本身不一样一事,也很好解释。 他本来就是个歌者, 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发声部位和方式, 就可以形成新的声音。 不过他并没法伪装笑声, 所以才暴露了他。 至此,案件拉下了帷幕。 沈君恒也在交代完后, 选择了去警局自首。 故事的结局, 既是温馨也是警戒的。 我们从故事中看到了沈君恒和何娟的姐妹情深。 看到了沈君恒不忘报答孤儿院, 不禁心生暖意。 但如果沈君恒一开始没有爱慕虚荣, 也不至于坠入深渊。 今天, 是警员翟君迎娶警话谈乐的大喜之日。 可在赶去接亲的途中, 翟君突然感到肚子痛。 翟君的好哥们杨红利健壮, 急忙让司机在附近公厕停下。 车一停, 翟君就赶紧捂着肚子冲向厕所。 谁承想过了大半个小时, 翟君都迟迟没有出来。 眼看就要错过良辰吉日了, 杨红利顿感不妙, 猜测翟君莫不是出事了。 说罢便和司机一同下车去找人。 怎料两人来到厕所后, 里面已经空无一人, 杨红利赶紧给翟君打电话, 却无人接听。 就这样, 翟君在杨红利两人的掩体底下, 凭空消失了。 另一边, 刑警队长徐莫香也带着手下的兵, 来谭岳家祝福。 可由于翟君一直没来接亲, 谭岳的娘家人慢慢开始不耐烦, 甚至一度认为翟君逃婚了。 这时, 徐队接到一个由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称他们刚刚接到报案, 有人在铁路局附近发现一个民警遇害。 徐队见状, 便顾不上婚礼, 当即吩咐警员敢往案发现场。 警员们临走前, 谭姆也彻底失去了耐心, 让徐队替他给翟君捎个话。 徐队知道谭姆正在气头上, 但案件要紧, 他也只能匆匆抚慰几句, 就带队离开了。 幸运的是, 当徐队等人来到案发现场后, 遇害民警李勇还有呼吸, 不过情况不太乐观, 能不能醒过来是一个未知数。 据巡逻警员陈湘说, 他们是8点50街道的报案电话, 赶到现场时, 李勇已经倒地不起失去意识了, 经初不检查, 李勇身中子弹, 但孔离肺部动脉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十分惊险。 随后, 徐队还从报案人张师傅口中, 得知了案发详情。 原来, 张师傅作为铁路工人, 一直上夜班到早上才回家。 不料张师傅刚踏出单位没几步, 就远远地看到有人趁李勇不备, 开枪偷袭李勇。 张师傅一惊, 赶忙躲到大树后面观察。 由于当时距离太远, 张师傅没能看清凶手的长相, 只知道凶手当时穿了一身黑西装, 像个新郎官。 直到凶手跑远后, 张师傅才赶出来报警, 并查看李勇的情况。 根据张师傅的口供, 警员吕忠义果然在草丛处发现一个鞋印。 从鞋印方向来看, 鞋印的主人是由南往北逃跑的。 徐队见状, 当即让吕忠义提取鞋印, 以及鞋印周围的土质回警局检测。 此外, 郭杰还发现了一个长白山排烟头, 而沿头不远处, 有一颗凶手射击留下的蛋壳。 随后, 警员们在医院等待手术结果之际, 谈论起案件。 吕忠义不解, 李勇不过是个辖区派出所民警, 又没参与过什么重大案子, 怎么会结下如此凶狠的仇家呢? 遇到这么棘手的案件, 徐队第一时间想到翟军, 于是让吕忠义联系翟军归队, 不料却被吕忠义告知, 他刚刚打电话给翟军, 并无人接听, 而谈阅那边, 也没见到翟军来接亲, 也就是说, 翟军自早上开始就好像人间蒸发了, 这时, 李勇的手术也完成了, 医生告诉警员们, 李勇的生命虽然保住了, 但仍没有脱离危险, 什么时候能醒还不好说, 说吧, 医生将从李勇体内取出的蛋头交给了徐队, 了解完情况, 徐队当即让郭杰把蛋头带回警局检验, 等徐队回到警局, 少部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于是徐队暂且将案件定为 615强案, 从案发现场提取到的鞋印来看, 它是一只42码的男士硬底皮鞋鞋印, 以此推测出凶手的身高在1米8左右, 体重在70到75公斤之间, 而经过对比鞋印底部的土质标本和案发现场的土质, 发现鞋印处的土质为生土, 这种生土在市区内几乎没有, 一般只出现在郊区和农村, 吕仲义认为, 鞋印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因为当时勘察现场时, 报案人张师傅穿的是一双军用胶鞋, 排除了他是鞋印的主人, 而李勇穿的是一双软底牛筋皮鞋, 鞋印也不会是他留下的, 此外, 在现场发现的长白山牌烟头, 已经送去做DNA鉴定了, 目前比较麻烦的是, 现场并没发现凶器, 至于凶器是什么型号的枪支, 还得等弹头和弹壳的鉴定结果出来才得知, 晚上, 吕仲义等人在回家的路上讨论起案情, 警员刘梅觉得, 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和翟军很相似, 身高都在1米8左右, 体重也在70到75公斤之间, 而且还都抽长白山牌香烟, 虽然吕仲义知道刘梅所说有理, 但他还是不愿意怀疑自己的老同事, 表示翟军的失踪是偶然, 还是和615枪案有关联, 得靠他们掌握到的线索找出证据才清楚, 现在过早猜忌毫无用处, 自日, 子弹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弹头和在案发现场提取到的弹壳吻合, 而弹科的编号, 又和十几年前翟军从一个犯罪团货手中缴获的子弹编号相同, 在03年, 翟军带头端掉了本是一个贩毒团货, 其中为首的案犯叫杨富贵, 当时警方在杨富贵家里缴获了18发子弹, 是杨富贵从越南非法买回来的, 不过据杨富贵说, 他没用过那些子弹, 因为他还没买到枪, 按理来说, 杨富贵在十几年前任灾时没理由撒谎, 那如今615枪案中所找到子弹的型号和编码, 与当年那18发子弹的完全一样,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见状, 徐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觉得要想弄清楚615枪案中子弹的由来, 还得亲自去询问杨富贵, 于是当即安排李中义去监狱审讯杨富贵, 可却被李中义告知, 他早上已经提前联系监狱了, 但杨富贵目前病重, 正在接受治疗, 得等几天后才能受审, 就在这时, 谭月急冲冲地改来办公室, 一推开门, 谭月就告诉徐队, 他有案件的线索要汇报, 希望能和徐队单独聊聊, 原来, 谭月在早上收到翟军发来的短信了, 月儿, 睡得好吗?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等我理性思绪的时候, 就会回家。 我想静静, 在我和李勇之间, 到底谁更适合你? 翟军发完两条短信后, 就立马关机了, 完全不给他任何联系的机会, 徐队听完, 当即询问翟军和李勇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 否则怎么会发出这种对立性信息? 见识已至此, 谭月也不好意思在隐瞒。 坦白两人婚前, 翟军确实和李勇有个小误会, 当时, 李勇来谭月家楼下找过他, 还买了一束花送给他, 据李勇说, 他送花不为别的, 一是为了弥补追谭月这么多年没送过花的遗憾, 二是祝福谭月和翟军白头偕老, 不料这一幕, 恰好被下班回来的翟军看在眼里, 翟军此人本就爱吃醋, 婚前看到这些事更是怒火中烧, 于是在李勇离开后, 翟军一把抢过玫瑰花丢掉, 然后还质问谭月是不是后悔跟他在一起了, 从谭月的说辞来看, 翟军的确对李勇有不小误会, 有一定的作案动机, 这时, 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徐队只好暂缓话题上前接听, 好在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好消息, 医疗人员告诉徐队, 也逐渐恢复了意识,完全可以配合刑警工作, 听完, 徐队立即挂断电话赶往医院, 由于事关案件详情, 徐队便支开谭月, 单独向李勇咨询, 据李勇说, 当时他正常巡逻, 路过铁路局时还不到9点, 怎料李勇走着走着, 突然听到背后一声枪响, 然后就发现自己重弹了, 在李勇倒下前, 他曾转过头去看凶手, 但凶手已经转身逃跑, 只留下背影, 而凶手的身高在1米8左右, 中等身材, 穿了一身黑色西装, 见状, 徐队急忙追问李勇, 凶手是否有什么明显特征, 徐队的话, 瞬间勾起李勇的记忆, 李勇记得, 凶手在转身的那一刻, 有用手往后捋他的头发, 而翟君, 也恰巧有这个习惯, 可就算如此, 李勇还是表示, 他不能保证凶手就是翟君, 因为他实在没看清凶手的长相,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时, 一个叫白亮的小伙子, 来到了警局提供线索, 据白亮说, 他今年23岁, 是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也是615案件的目击者, 他之所以没在案发当天向警方报案, 是因为他害怕给自己惹麻烦, 李终一见状, 便询问怎么现在不怕了, 白亮解释称, 他现在也怕, 但一天不说出案发详情, 他就一天睡不好, 说吧, 白亮就描述起案发当天的情况, 那天大概8点多, 他正骑车赶往学校上诉描课, 启料路过铁路局时, 突然听到前方200米处传来一声枪响, 他清楚看到, 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在背后偷袭了李勇, 逃走时, 还往后捋了一下头发, 回忆完, 白亮害怕自己说不清楚凶手的长相, 便打开素描本如实绘画, 看着翟君的样子在脑子里一闪而过, 白亮迅速下笔勾勒出他的大概轮廓, 画完后, 就将画像递给吕中义两人查看, 虽然画像并没有很写实, 但该有的特征都有, 徐队两人一眼就认出了画像里的正是翟君, 吕中义此时仍不死心, 追问白亮是否能确定开枪的人, 就是画像里的人, 白亮点头坚称能确定, 因为凶手右脸下方有个物质, 令他印象很深刻, 后来他看到一个大野, 从树后跑出来打电话报警, 他就上学去了, 听完, 徐队让白亮跟他去趟机真科模拟图像, 看看凶手是否真的是翟君, 可想而知, 模拟结果再次证明了凶手就是翟君, 徐队只好结合现状开会探讨案情, 吕中义觉得, 从白亮的穆正和李勇的口供来看, 翟君一定是615案件的凶手, 而翟君也有作案时间, 因为他是在案发当天上午8点左右失踪的, 完全有机会在9点钟之前埋伏在案发现场, 从而杀害李勇, 再者是白亮还在案发现场看到了张师傅, 说明白亮的证词是有所根据的, 不像撒谎, 郭街不解, 询问翟君的作案动机会是什么呢? 徐队回答, 可能是感情纠纷, 刘梅却不认同徐队的看法, 表示虽然翟君和李勇都喜欢谭月, 但谭月最后选择的是翟君, 翟君已然是个胜利者, 完全没必要对李勇下手,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应该是爱情的失败者对胜利者下手才对, 不料众人话音未落, 吕中义又给众人浇了一盆冷水, 刚刚物证科打电话告诉他, 从案发现场的烟头提取到的DNA来看, 正是翟君的, 换句话说, 现在人证物证俱全, 无奈, 徐队只好安排吕中义发协查通告抓捕翟君, 毕竟只有找到翟君, 才能让案子真相大摆, 此外, 徐队还安排刘梅去看望一下谭月, 看看谭月最近有没有翟君的消息, 但前提是不能和谭月谈论跟案件相关的事情,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很快, 刘梅就来到了谭月家, 可两个女人聊天, 难免会卸下防备, 一聊多, 刘梅就不小心说漏嘴, 将翟君可能是凶手以及被协查通告一事, 告诉了谭月, 虽然刘梅在反应过来后手口如瓶, 但终究糊弄不了谭月, 谭月一急, 立马赶去医院询问李勇, 好在徐队此时正守在病房门口, 才没让谭月打扰到李勇接受治疗, 于是谭月便哀求徐队把案件详情告诉他, 因为他实在是很担心翟君, 可徐队还是无动于衷, 谭月健壮, 竟想强行进屋询问李勇, 徐队赶紧上前拽住他, 将他带到医院的走廊处, 身知瞒不住, 徐队只好将翟君可能是凶手的细节如实相告, 谭月听完差点崩溃了, 坚称翟君不是那样的人, 绝不可能向李勇开枪, 徐队虽然理解谭月的感受, 但在已知证据面前, 翟君就是案子最大的嫌疑犯, 所以徐队是以谭月切勿感情用事, 谨记自己身为警察的职责, 此话一出, 谭月痛苦不已, 最后只能泣不成声地离开了医院, 还好徐队离开医院和郭杰两人会核实, 郭杰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据郭杰说, 他今天在土质研究部门的帮助下, 发现南郊水库附近的土壤, 和案发现场协映处采集的土壤基本相同, 于是徐队便让郭杰两人, 明天重点走访南郊水库一带, 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线索, 另外, 吕忠义告诉徐队, 今天他们去调查翟君消失的那个公厕, 结果一无所获, 而且公厕拐角的小路上, 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现象, 估计是翟君离开时, 将脚印处理干净了, 这点倒像是一个懂反侦查的人所为, 不过这些线索暂时没什么作用, 重点还得看明天去南郊水库有没有收获, 自日, 吕忠义两人来到了水库走访, 据当地一个叫花神的大妈透露, 他们家几个月前来了一个租户, 是一个年轻的画家, 画家还让花神在彩石场附近, 给他找了一间旧房子, 花神并不知道画家叫什么名字, 只知道画家在二十多岁左右, 身高有一米八, 为人还挺孝顺, 吕忠义赶紧询问孝顺一事从何说起, 花神便告知, 有一天他和画家聊天, 画家称他妈妈最喜欢村里的山灯子花, 可惜他妈妈早已经不在了, 否则他一定带他妈妈来村里参观, 之后画家更是提到他家里还有哥哥, 两人相依为命, 至于他的父亲, 画家并不愿意提起,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印, 郭杰健壮, 赶紧把画家的情况一一记录, 以便回警局探讨, 晚上, 徐队由于毫无头绪, 便找来杨弘历了解情况, 徐队询问杨弘历, 身为翟君的好哥们, 是否清楚翟君和李勇之间的矛盾, 杨弘历点头, 回应自己知道一些, 还称谭月梅和翟君在一起之前, 与李勇走得很近, 听完, 徐队便追问杨弘历, 翟君在失踪前是否有过反常行为, 被徐队这么一问, 杨弘历突然想起翟君在结婚前几天确实有点不正常, 那天, 翟君大半夜叫杨弘历去他家喝酒, 然后十分委屈地吐露出一件事, 就看李勇和谭月在广场, 哎呀, 我当什么事儿啊, 那李勇和谭月是同学, 两人在广场怎么了, 李勇还抱他, 正常吗? 当时杨弘历以为翟君只是单纯的吃醋, 也就没放在心上, 现在回想, 翟君可能真的动过杀心, 杨弘历的话令徐队不禁陷入沉思, 欲发觉得翟君就是凶手, 好在随后和吕忠义探讨案情时, 吕忠义的说辞让徐队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吕忠义觉得, 虽然目前所有人证悟症都指向凶手是翟君, 但越是这样, 越让他感到在被人牵着鼻子走, 徐队听完恍然大悟, 表示的确如此, 最明显的漏洞是, 翟君既然知道清理公厕门口的脚印, 那为什么还在现场留下这么多关于他身份的线索, 如果只是一个破绽, 还能理解为百密一书, 可现在无数的线索都指向翟君, 反而像是一个周密的圈套, 若真是如此, 那问题一定出在白亮和张师傅两个人身上, 巧合的是, 据南郊水库的花神透露, 几个月前到他家居住的画家, 身高和体重都和翟君差不多, 但众所周知, 翟君不会画画, 所以吕忠义怀疑, 那个画家是白亮, 至于怀疑的理由, 是吕忠义觉得白亮的供词实在太完美, 似乎是要把翟君往死路上逼, 而且隔着200米的距离, 正常人想看清凶手的脸都比较困难, 白亮却信誓旦旦的称, 能看到翟君脸上的物子, 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徐队健壮, 询问吕忠义接下来有何想法, 吕忠义便表示, 花神曾在彩石厂租给画家一间旧屋, 他想找时间去彩石厂调查一下那间旧屋, 说不定会有新发现, 徐队十分认同吕忠义的逻辑, 并袒露他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害怕翟君可能已经出事了, 果不其然在次日, 谭月给刑警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谭月一大早就输到了翟君发来的信息, 翟君在信息里承认了伤害李勇的事实, 并选择了屯枪自杀, 还没等众人从信息中缓过来, 办公室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电话是派出所打来的, 他们在南郊水库发现了一具男尸, 接到报案后, 徐队迅速带队赶到了案发现场, 结果可想而知, 男尸正是翟君, 看到多年的老同事失去了呼吸, 众警员们悲痛欲绝, 泪流满面, 好在徐队暂且保持理智, 及时控制局面, 直到警员们收拾好情绪展开勘查工作, 徐队才偷偷跑到一旁痛哭, 这时, 陈湘在翟君身上发现了不少疑点, 首先是翟君身上一场冰冷, 不像是早上吞枪自杀的, 其次是翟君的额头有大量水珠, 似乎曾在湿润的地方待过, 种动机像表明, 岸边不是案发现场, 而翟君也不是早上死的, 紧接着, 吕仲义在尸体旁找到一个弹壳, 当即将他装带带回警局鉴定, 而翟君脚上的鞋子和615枪案的现场脚印一致, 最重要的是警方苦苦寻找的枪支, 终于现身了, 等众人回到警局, 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子弹的穿透点在翟君头部右侧, 射程大概在10米左右, 可以肯定地说, 翟君绝对不是自杀, 而且南郊水库也不是案发现场, 而是抛尸现场, 据法医检测, 翟君额头的水珠有冰化痕迹, 推测翟君大概死于5天前, 尸体一直被冷冻着, 直到两个小时前, 才被抛到南郊水库的岸边的, 通过弹道实验证明, 从翟君头部取出来的子弹, 也出自射击李勇的同一把540手枪, 换句话说, 伪造翟君自杀现场的人, 极有可能也是射击李勇的凶手, 凶手应该是想用杀害李勇这一方法嫁祸翟君, 然后再制造出翟君为最自杀的假象, 形成证据闭环, 好在法医尸检时, 在翟君吸服的袖口上, 发现另外一个人的血迹, 只要找到血迹的主人, 就能查清楚两起案件的真相, 随后, 弹壳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技术人员告诉吕忠义, 射击翟君的子弹型号, 与射击李勇的一致, 同为03年缴获杨富贵的那18发子弹型号, 吕忠义见状, 不禁心中一沉, 当即决定去保管处查看当年的18发子弹, 有没有遗失, 奇怪的是, 当年那18发子弹一发不少, 那凶手作案师的子弹和手枪是怎么来的呢? 带着疑问, 吕忠义到监狱提审了杨富贵, 而杨富贵因为经过十几年的牢狱改造, 提升了不少法治观念, 所以对吕忠义所提的问题全都如实回答, 据杨富贵说, 其实他当年在越南买了20发子弹, 但将子弹藏匿在家时, 不小心丢了两发, 之所以在警方缴获后没有如实交代, 是因为多加两发子弹会增行, 他就选择了隐瞒, 说吧, 杨富贵为了将功赎过, 还透露了他有一支五四式手枪, 是和子弹一同在越南买的, 吕忠义听完火冒三丈, 质问杨富贵当年为何撒谎说没买手枪, 杨富贵赶紧解释称, 那把手枪他没用过, 既然警方没搜查出来, 他也就不交代, 无奈, 吕忠义只好询问杨富贵, 把枪藏哪了, 是否有人知道, 杨富贵袒露, 枪藏在他家树下, 他的两个儿子都知道, 吕忠义见状, 急忙询问杨富贵, 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 杨富贵回答, 哥哥叫杨红利, 弟弟叫杨红亮, 此话一出, 吕忠义当即明白, 杨红利极有可能是一直潜伏在警方身边的卧底, 结束审讯后, 警方当即传讯杨红利, 以及对杨红亮展开调查, 不料杨红利已不在家, 不知去向大有畏罪潜逃的可能, 而经调查, 杨红亮也不是别人, 正是白亮, 并且杨红亮压根不是美术学院的正规学生, 只是个刚去不久的旁听生, 案发当天并没有去上课, 具备作案时间, 由此看来, 案件的真相已经很明朗了, 吕忠义觉得杨红亮应该是两起案件的真凶, 杨红利不过是个从犯, 至于他们的作案动机, 就是为了报复当年抓走他们父亲的翟军, 他们先是利用翟军和李勇同时喜欢谈乐这一点制造假象, 杨红亮在伪装成目姬正人诬陷翟军, 彻底误导警方的方向, 徐队十分认同吕忠义的推断, 当即决定全市搜寻杨红利兄弟两人, 次日, 吕忠义带队来到彩石场搜捕, 奈何扑了个空, 屋内已不见杨红亮身影, 刚进屋, 警员们就在拐角处发现了一个大型冰柜, 估计是用于冷冻尸体的, 警员们当即对冰柜进行拍照保留, 对附近的酒瓶进行指纹提取, 这时, 刘梅发现冰柜的边缘处有一抹浅淡的血迹, 如果它是翟军的血迹, 那么彩石场就是藏尸现场, 于是吕忠义赶紧让刘梅提取血迹, 带回警局检测, 众人刚回到警局不久, 检测结果就出来了, 果然如吕忠义所料, 杨红亮加冰柜上的血迹DNA和翟军的DNA完全吻合, 这也就证明杨红亮就是杀害翟军的凶手, 见状, 徐队当即吩咐吕忠义对长途汽车站以及火车站进行设卡, 避免让杨红丽兄弟俩侥侥幸外逃, 可经过一天的搜寻, 警方还是没发现杨红丽兄弟俩的踪迹, 与此同时, 杨红丽兄弟俩正躲到一个吴正旅馆内, 因为他们早就猜到警方会通缉他们, 此时杨红亮还在为杀掉翟军詹詹自喜, 原来当年翟军抓走杨富贵后, 杨富贵的妻子就受刺激自杀了, 所以杨红亮从小到大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杀掉翟军替父母报仇, 可胆小的杨红丽却感觉生不如死, 埋怨杨红亮杀死翟军, 算是彻底毁了两人的生活, 说吧, 甚至想直接去警局自首, 不过最终还是被杨红亮阻止了, 杨红亮告诉杨红丽, 他已经规划好未来的日子, 只要杨红丽按照他的计划来, 警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们, 杨红丽无奈, 只好姑且相信杨红亮, 但杨红丽并不知道他正一步步落入了杨红亮的圈套, 自日, 杨红亮拿出一张长途汽车票递给杨红丽, 表示他在外省已经安排好落脚点, 让杨红丽先走, 杨红丽原本不愿意独自一人走, 可杨红亮却借口称, 两个人一起转移目标太大, 容易落网, 他必须留下来拖住警察, 为杨红丽争取时间, 杨红丽听后, 只好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结果可想而知, 杨红丽刚坐上汽车不久, 他眼前就驶来了好几辆警车, 杨红丽知道被抓都没意识到, 自己是被杨红亮出卖了, 誓死不肯说出杨红亮的下落, 杨红亮呢? 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 杨红亮正躲在旅馆内自制炸药, 为自己接下来的行动, 做好万全之策, 自日, 杨红亮搭乘了一辆出租车, 可还没等司机来得及询问目的地, 杨红亮就从包里掏出一把匕首, 迅速抵住司机的警部, 强迫司机停车, 司机停车后, 杨红亮便拿出自制炸药, 威胁司机绑上, 命令司机接下来全速赶往火车站, 司机无奈, 只好乖乖照做, 还好司机比较冷静, 趁杨红亮不注意, 偷偷按下求救按钮, 这让当地派出所, 立即收到求助信息, 急忙打电话通知刑警队, 接到电话的吕忠义两人, 迅速掉头赶往火车站, 很快, 出租车在杨红亮的控制下, 来到了火车站, 不料杨红亮刚挟持司机下车, 刑警队就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杨红亮一急, 就扣住司机往墙角靠, 然后一把扒开藏在司机一内的炸药, 想要和警方同归于尽, 原来, 杨红亮根本就没想着逃跑, 而是想带走当年参与案子的吕忠义, 为他母亲报仇,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吕忠义迅速开枪击中杨红亮控制遥控的手臂, 才挽救了在场所有人的生命, 回到警局, 刑警队也从杨红亮口中撬出了案情的来龙去脉, 成功告慰了翟军的在天之灵, 案发当天, 杨红亮提前在公厕附近埋伏, 而翟军在杨红亮的引导下, 毫无防备地进入到指定公厕, 随后, 杨红亮便趁着翟军接手分心, 直接从背后用迷药喷晕翟军, 绑架了翟军, 安置好翟军后, 杨红亮就换上翟军的西装和鞋子, 暗中偷袭李勇, 并且故意模仿翟军屡头发的动作, 让李勇在昏迷前, 误以为凶手是翟军, 完成前戏后, 杨红亮就想杀了翟军, 好伪造出翟军枪杀情敌位最自杀的假象, 怎料兄弟俩进屋后, 发现翟军不知何时逃脱了, 情急之下, 两人便围在彩石场附近寻找, 谁承想翟军脑子一热, 竟想着赤手空拳制服两人, 直到走近才发现杨红亮手上有枪, 虽然杨红亮一直在极力阻止两人起冲突, 但沙姆之仇不共戴天, 杨红亮执意要开枪打死翟军, 无奈翟军只好拼尽全力上前抢夺枪支, 可看着自己弟弟逐渐落下风, 杨红亮顿感无措, 便从背后用手电筒重砸翟军头部, 哀求翟军放过他弟弟, 不料杨红亮一番起身, 二话不说就朝翟军头部开枪, 直接把翟军打死, 至此案件拉下了帷幕。